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有些家庭、家庭、家寶 等等 那是一個非常料理的文化維產 所以希望大家能幫忙一起去 將文化傳承的事情做回去 大家準備去做到多少個地方 我們演繹靈文化、莫大精深 演繹靈文化和我們沒什麼關係 莫大精深是在港口封層 和莫大精深拆開 今天都是寶貴的 好 我們繼續再講講 我們講的是雍也第六 雍也第六 雍也第六 我們上次講到第五句 這次講到企少那兩堂 會有其心三亦不為人 其低人而自然而言 想想跟大家講幾個方法 其實我們成天擁有第六 一個重心點 講中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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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拍了給大家這一章 這一章就是中庸 中庸的第一章 其心三亦不為人 他就說 這裏就從中庸裏面 他一開始就講得很清晰 中庸就是發揮孔子的精神 他有將一些東西 在論語裏面不能講得很清楚 他就講得出來 其實在這裏 我們擁有特朗 有文字好學不遷路不義 播這句 已經是和中庸之道有關 他第一章 他說 鐵命之為聖 出聖之為道 修道之為教 什麼教 教育的教是什麼 根據中庸這個教育 教就是修道 那這個道 道就是出聖之為道 什麼的聖 天命之為聖 所以將這個教 一直推返回到天 然後他就說 道也者 就是道是無所不在 其實這裏孔子說的 匯也其心三月不為人 即是說 岩匯他的修行 他的修行 三三一個很長 很長的時間 他不離開 為 即是離開 和這裏可離 這個字一樣 這個離 和這裏的為 一樣 所以他說 其余 日余自然 異異 其他日余自然 見到日光 見到日光 不是一日余 是一日 一日 即是你都守不到的 所以他說 其實 孔子讚嘆的眼眉 眼眉 他能夠做到 道也者 不須如未也 當然 這是非常非常之難的一件事 你就是 任何一個時間 都可以 都要在 道的境界 他說 似乎君子 你戒臣 負其所不妙 他負其所不妙 所以他做君子人 你戒臣 你戒臣 你看不到的東西 所以 這個所謂的 神毒 他當然是 特別之類 他說 莫現扶忍 不是見字 是現字 顯然 莫顯扶味 最能夠顯現出來的 最容易看到的 就是最隱蔽的東西 最能夠顯示出來的 就是最細的東西 這裏就是一個 很深的一個道理 那君子神奇毒 所以要做君子人 然後 你的神奇毒 你就是 在自己有其他人的情況之下 你就是非常之謹慎 謹慎什麼 謹慨 謹慎 負其所不妙 你看不到的東西 你都要去 很謹慎 那就是說 也都因為 為什麼你看不到的東西 是天命 是天命 隨時隨地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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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跟著它 喜怒愛樂之微法為之中 法而皆眾節為之和 那其實這句呢 我們可以回應 在我們第二句那裏 銀匯者 好學 不遷怒不二國 不遷怒 這個說話 其實就是在這裏說的 喜怒愛樂之微法為之中 法而皆眾節為之和 他就讚嘆等 銀匯他能夠 他不遷怒 他有個怒友 喜怒愛樂的怒友 但是遷 他就不會將它遷 就不是說移開去 不會將它去升遷 將它放大去 即能夠去做到一個法 是有的 現在是種節 能夠在一個很吸湯的情況 這個和 中也者 天下宰 和也者 天下宰 至中和 天地為然 萬物如然 如果去到中和境界 天地為然 天地都 被你搞得出來 含流百合作為 萬物如然 你能夠 教育 這個育 在這裏有個育 就是你看 教育 就是在這裏 其實教育 我們說說文解字 說文解字 說文解字 就是教也者 教也者 上所思下所效 欲也者 有之事 作事也 OK 這個是比較顯錢的道理 真正的教育 就在中靈這一篇那裏 你能夠體會到 就是能夠 回復 天命 做到天人 在這個情況 這才是真正教育的意見 所以 教育就是在這裏 萬物如然 萬物如然 為何欲佛 你就是用 你自己去到中和之氣 能夠去 人欲天地 人欲萬物 等於 你就是西方講的 神 你就是神 你就是神 就是 西方講的神 就是能夠創造萬物 創造天地 那 我們中國傳統文化 以此形成 創造天地 萬物 靠甚麼 靠中和 中和之間 就是你自己去修圖 這樣 其實 這個就是整個 神經中容 是一個很深的一個景點 剛才 這個情況 只是點擊 其實 中和之間 中和之間 有很多句子 是跟 其實是點出過 行淵的 中和的境界 那 今和境界 就跟它的物質世界 是沒有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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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 你就會說 星期六 我想問 那個中和之間 對教律 看過得很深入 當然 最深入的 應該就是這裏 是整本 還是這一張 整本 所有的 後面那些 全部是注解這一張 等於 我們現在讀 整本的東西 注解第一張 這樣 其實真真正經來說 你就是 注解第一句 整天靈之為清出 聖之為道 收到中和之間 中和港元已經 已經 後面也看到 住解 後面也看到 所以中和 可以這樣說 是一個 在儒家經典來講 最形而上 比較普及的 一個版本 真真正經理 中庸的 最追溯上去 中庸的思想 在哪裏 已經 再加發揮得更加清晰 更加清晰 但是 將它能夠濃縮 這個形而上 它的精中最精靈 就是用這本書 這本書是 所以 不單是講教育 其實 什麼教育 什麼用 現在 絕大部份 講教育的人 是不知道的 是嗎 不知道的 其實現在 全部都是講知識全秀 用西方的方法 將中港教 傳授了一些知識給你 現在 學校正在做這些 那什麼知識呢 就是考試用 那些知識 和你生活 不不回應 和生命 根本就寫不回應 但事實是這樣 所以從這裏 可以體會真正 我們中環港教育 是怎麼回事 那些才能靠中 那些才能靠中 那些策異之下 那些策異之下 就這樣做 那些策異之下 這策異之下 那些策異之下 在這個策異之下 那些策異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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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沒收過 所以 感覺到 很清楚 整個策異之下 後來 就靠出來 發了很大的策異之下 我們會去考慮公論 有機會大家一起去學習中容 不過很容易 論語雙就是比較容易說 論語雙就是比較落地 孔子和學生的聯絡 中容就是比較在顏值上的解釋 有機會你們自己想到中容很少 五千多次 簡單的論語 論語一萬六千幾次 所以就是你半個小時 你自己把我去做一百次才算 真的還沒說話 你老師送了本中容是有大式的 然後我立法國出席 怎麼會爆完之後 你不要太解釋 你看解釋 大不要你看錯 有些解釋有三個月 你讀一幅書讀古文 最有趣的方法就是 你不要去再解釋 讀完文 讀完一百次才算 讀完一百次之後你才再解釋 那你就變勉強強會 有些會 有些會 那很多時候 那很多時候 你那些方向的書讀完一百次 你都要再解釋 你說 你解釋錯的 你會自己會知道你會錯的 你不要以為 方向的解釋 那些角度一定是對的 有些真的 然後 不可以 總之 你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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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 看書 現在 我讀 讀 你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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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讀 這篇 這篇 其實我們講的 雄雅第六這一篇 裡面 很多都是講回應 這個 中庸 整本論語 只有雄雅第六 這二一句 他就提到中庸 那一字 整本論語 是在這一篇 最尾 這二一句 才提到中庸 中庸 之為得也 其自乎 民此能夠 二大人 很難做得到 但做呢 只能夠 做一陣子 真的得的 你做長 就是做不到的 就是這樣 很影響 接著 所以剛才 三二一句 這裏 我們講了 就是 他提到 這個中庸之道 是要怎樣呢 是要你自己修 而修出來 就是 不可 隨時隨地都在這裏 嘗試說 這裏所有修行的 一個 不義法國 無論你是瑜伽 那樣 修法 我們上次說 這個是包括 如果你唸法 大家有一些 正宗法門 正宗法門 唸法 有 實相唸法 有 慈平唸法 有 官將唸法 慈平唸法 現在就是大部分 都重要 就是拿著話 或者唸 阿美頭法 或者南華美頭法 你唸 它可以往生西方 進入世界 但是 你唸得到 有條件的 可以的 你唸到 七日七夜 一心不戀 七日七夜 不是七分鐘 七分鐘 就很難 你做到七日七夜 你不斷唸 南華美頭法 你的心不亂 剛才你們去打仗 那次 你身去哪裏 真是七彩不斷唸 七日七彩不斷唸 我最遠都 那裡都 那裡齊了 然後 你跟著它說 這個有的 那是不寧願的 你知道 那是為甚麼 那你就 開始要入 處心 開始入 你看這些 所以 其實這個 相云不為人 這個就是 所謂在佛經裡 他說要做到靜念相計 靜念相計 這個就是佛家靈言經 一本叫靈言經 例如 好了解起的 修文修三 教你一步一步 在憲宗裡的修行修三 一國無掌 他做到 做到甚麼 你的念頭 一個一個念頭 不斷不斷地計劃 接著來 全部靜念 很清淨的念頭 一個一個 一個字 一個一個字 一個一個字 全部靜念 你這些雜尿 靜念 靜念相計 在這裏 其心三月不為人 在憂勇那裏 他就說 道也者不可須如禮 他就說 一句 就是如果你要去成就你的生命 是靠你的心法 是靠心 收心 收心方法 你就是用你的假體 然後去收 那 為何要收心法 這裏 中靈沒有教你怎樣收 那反而 我隨時說 去到孟室 就說多一點點 譬如養氣 這些科法 就是養 我善養 吳浩然之氣 這個又發揮些人的警告 那去到 有佛法來到 十日中國的時候 就將這些修法的法文 更加 講得多出來 有淨土 有參禅 有天台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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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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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 我沒有 不給它發揮出來 但全部都是一個 收心 收到 三月 這裏說三月不忘人 連經過 收到那個 整廟相繼 佛佳麗說 七日七夜一心不亂 全部都是你的心要好正好定義 這是一個修行的法文 其實我信基督的沒問題 信基督的就是你的心永遠都同主同在 首先靠什麼呢?靠祈禱 祝福田經常祈禱 但是你要做到的真真正正好的基督徒 你的心隨時隨地同神同基督同同 這個也就是所有的文化 都是肯定好 他講的用的詞會會不同 方法不同 但其實都沒有 就是用一些假的東西 這些文字是假的 去收入真的心 現在是所有的文化 就是這樣 好 接著他就講了 這個 《為康子文》 這句呢 論語很好聽 每一句有每一句的精彩處 他就看完整句 又發覺更加精彩 《為康子文》 中 藥可思重正也阅 承如柮國於從正如何謠 若自鰻可思重正也隅 若自鰻達於從正如何謠 若寇柳可思重正 sık雅 又衝有義 從正如何謠 孫文字解定桂晃子桂晃子 當然就是桂孫子的兒子 這個說話應該就是孔子又人國回來之後 於是他們桂晃子桂晃子桂晃子 他們想去挖角找找孔子 也推指好人來幫我做事 於是他們就找 你看到在論語裡面來來去去 他們問來最多的三大弟子 就是三國 還有子龍 次 子貢 仁裘 在這裏有貴康子文國 然後看看上幾個工藝牆頂 由孟姆伯有問過 我知道當時老貴三個大的大夫 貴宣是 宿宣是 孟宣是 孟宣是 孟姆伯是孟宣是第二代 孟宣是問過孔子 子勞 仁夫 我理大 孟宣是孟宣的弟子 貴康子不是孟宣的弟子 孟宣一直跟孟宣好 孟宣的父母 孟宣也是孟宣的弟子 所以孟宣問得到位些 孟宣不是孟宣 孟宣和孟宣ローバ 孟宣也封 知路人 問問問你 從政他問你是不是人 問問人的經解 子弱不知也 又問 子弱 猶也 千聖之國可知其父也 不知其人也 他說 你的大師兄子路 找一千成的國家的大國家 找他去治理行政 軍事 父那些人 可以的 但他問 行不行 我不知道 還未到 其實就是 然後求也 何以 掩有 掩固 掩固 大師兄 求也 千聖之一 百成之家 可知其父也 不知其人 他 找一個很大的大夫 找他做家宰 找他做大冠家 沒問題 他是沒有人 不知道我 問問 子弱 如何 公世華 怎樣 公世華 說 他問 子弱 他說 畜大林 以前 要過世 崩塌 賢 賢 賢 不知其人 他呢 找他做外交官 沒問題 但他問 子弱 我不知道 他問 子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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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們再看看 其實 很有趣的 在工藝城第五 孟子弱 子弱 子弱 我三個人 我都說 我未知其人 但他都是做不同的工作 那這些工作 其實在哪裏得來的呢 就是他們自己的志願 在哪裏呢 我們大家知道 先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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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弱 真式 染有 公世華 這幾個染有 就是頭 公世華 就是一尺 記住,又是這三個,加上一把珍惜,珍惜就是珍子的真心和爸爸, 一齊事作,一齊陪伴侶皇子,一齊做一道。 只要義無依,掌扶以,無無依, 我大過你,你不要理我。 鞠躯藥,你們經常說,佛不知,你們沒有人想認識你, 如果不知侯儀生,你們想認識你,你們會做甚麼? 只要他自己,卻以對揚,天性之國,撤伏大國之間, 加之氏女恩之基緊,又有為之,幾乎十年,可視又有真之方, 我,我立即撤伏,天性之國,一個大個國家, 撤伏大國之間,結束在其他大國中間, 加之氏女其他,還要打仗,那些兵臨成效, 因此基緊,他自己又不夠食,又有激光, 在這樣惡劣行本之下,給我,你及三年,又有, 又有,又有,又有,又有三年, 坐視又用,持之國又,沒有問題, 我們可以教導那些人,可以好用, 很有勇氣打仗,還有之方,又有之道理, 呼止沉止,用少許,但沒有理由, 即是,紫露的自己話,他能夠做到,在大國, 千聖之國大國,可以做個父,可以自其父, 這是紫露自己的自願, 接著,扣以後如如,扣, 要求,你想怎樣? 要求,對藥,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作品, 噢,這個不是那麼大, 我大師兄,他就已經成為大國家,千聖之國, 我這些不用,五七十,八五六十, 你的地方,小小的國家, 求也為之,給我做,做三年,比及三年, 我就是做三年,紫露做三年, 不然,又懂得打槍,又懂得到美國, 我懂得出,我能夠做到,給他們發誓, 與其禮行,以致君子製造禮行, 教他們做君子,有子之方, 我就用不了,等其他人來了, 所以,引求他的志願, 就是他做一座小的國家,治理他, 所以,這康子,當孟露發問了, 他就說,求求千聖之一,百聖之家, 可是為之載入, 找個世事理的地方, 讓他做到家在,可以人用力之力, 接著,他就說, 戚,以學員,戚就是, 東世華, 他說,你又怎樣? 他說,不如,臨知,願,學員,好嗎? 我沒有大師兄那麼厲害, 我願意學的,可以做什麼? 中苗之士,如會服, 如果是一個中苗的士,做祭祀的士, 就是做祭祀的,如會服, 於是,可能有些外國的士子一起禮, 那我做什麼? 端章虎,我就戴着穿衣禮服, 戴着禮帽,禮帽,禮帽, 遠為小尚義, 然後就接待外賓和外賓, 於是,在這裡, 馬虎伯伯問, 阿赤是怎樣的? 祭祭祭,禮帽,禮帽, 我是,奔託全有, 不知其人有, 所以這三個, 你看到嗎? 孔子答, 馬虎伯伯這三個人, 想先, 他的三幕燈, 他可以做什麼呢? 孔子信不住你, 你不要緊, 你喜歡這樣做什麼? 我就幫你, 我就寫reference data給你, 照你的意願, 就寫reference data, 加加,這個好, 好, 找工作沒問題, 但是, 人啊, 對不起, 未到晚了, 又不好意思, 直直起飛,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就好了, 所以, 萬五百日問這三個人, 你看看, 現在貴康子民, 又是問這三個, 又是問這三個, 還有, 可以重慶也語, 還有, 可以繼續重慶, 可以嗎? 孔子說, 又有一個, 愈重政府何有, 還有, 又有, 又有個好好能力, 非常果敢果斷, 我們也知道, 事日是一個非常行為的人, 雅翠就是了, 這樣就做的, 只要靠一個這樣, 特性, 愈重政府何有, 他都可以做童靖的 做得到 就等於剛才某個發問 他可以做什麼 我問他 他問他吃童靖 他問他吃童靖 他又有很厲害的一個特性 很通達 他非常之長袖羨慕 他就不留識童 做事就好 所以吃得開 雙門之下 去到道路都很通 那種的能力 從政部在那裏 教育官沒有問題 就靠這件事才可以做 求有些從政也餘 英文說 求啊 這個人 求有毅 他呢 他技能很多 他也有四書書 他都有幾件 他技能 藝就是技能的意思 於政政府何有 他於政政府有技能 又可以做什麼 何有這句說話 其實 何有這句說話 這個詞匯 其實有一些無靈兩可 何有 不是一個很肯定的一個過法 孔子特特 特技 作用這個詞會 讓他有一點窩攏 問有甚麼不行呢 沒有說有可能 問有甚麼不行呢 其實你就會去解釋過 那什麼不行就行了 也可以的 所以在他身上這句話 就是因為 學阿桂掛了大官 孔子不想直接揭飛 其實孔子就說 你問的東西 還未問到重點 你問他未問到重點 你問我 我教學生 是否教他們做官那麼簡單 不是 做官可以可以 但這就是孔子來說 何有 專門有一個無靈兩可的一個 你覺得領解很精彩 很精彩 他又不是答你是 又不是答你不是 因為這個問題就不重要 孔子反而 孟子反而會點得出來 他真真正的最強是二十五這個境界 其實我再看回先進第十一 第十二十三句 孔子 這又是孔子的其中一個弟子 子弟 第三句 又是問這些 又不是他們兩個 還有掩求 可謂大臣 你們兩個大弟子 他們是否大臣 他又是來問聖教孔子 他又問是否在香港做官 孔子說 吳以子為義之問 甚吳猶與求之問 我以為你問甚麼 現在你們兩個人 問他們做官 又是 意思是你這樣 這些都不是重點來的 你問 現在你問 現在你會問 你不知道甚麼是重點來的 他又說 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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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大臣者 以道士君 不可得志 真真正的大臣 他不是做事那麼簡單 他幫你的君主行道 他就說 做不到的 他不可以關關的行動 他就停了 自己辭職 哪個例子 孔子自己 孔子自己在老闆發覺 孔子自己在老闆發覺 孔子走 於是便會走 他去到整個國 發覺孔子走 去到衞國 衞令宮 找他做事 原來找他打仗 孔子走 他就問了 但是 即是說 眼頭綜合宗谷授 還有 阿子爺阿子老 未到 未到甚麼 官霧遊 LIKE 羔野可為巨神熱 他都是可以做事的 但未做大事 為什麼呢? 其實這個人要去找法律看 在… 在那個… 去到後面 貴士十六那時 你知道貴士十六那時 後來貴士十六那時 你知道呢 掩有貴老掩空之力 終於掩有就是這兩個人 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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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終於做了貴士的家宰 但在這裏他們 貴士想發動內戰 在裏面想打斷魚 孔子就罵他 現在他們說 激烈門 以前過的 你這樣子可以發慮 要怎麼什麼 問這些人 老闆說要 這是你的問題 大如今 奸賢 掌公 掌公 如果他們 看到你老闆 做些不合的事情 都不用去扶持他 使給你做所上 使給你做成長 就罵了 罵了 然後說 正言過意 你應該要走 你應該不認識 你就不要做了 走 但他沒有走 所以我知道 對大臣 應該不學得止 他們沒有去 不學得止 他們繼續做正觀 所以我問 懼神言 都可以做的 然後 我知道 而則從知者如同 他不是很聽話的 所以公主說 你不要以為很聽話 有些事他不會聽你的 是父與關 與不從有 雖然他不能夠以道士君 他自己都不會走來開道的東西 最低是你自己身份 當時孔子很多的貴族 尤其是他們 孔子柔陽的國法 無論你是麥孫慈友 桂孫慈友 都想用孔子的學生去做官 他不是從政呢 孔子都說 以從政為何有 有甚麼不行呢 何有的事有甚麼不行呢 他沒有說到可以的 也沒有說到不行的 但我們知道其實 做這些做官一點 小月火十十歲 沒問題 真真正正 孔子後面類 意思就是 我要教我的弟子 不是教他做官 那麼簡單 不是教他做 那當然呢 在當時環境呢 絕大部分的學生呢 很多都是想去勇工 那麼我們看回 在 指教第十九 第十三句 指教第十九 第十三句 指教第十九 第十三句 走一段時間 也許要學的 學習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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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會去做官答 你現在不是絕對的道理呢 記住 這個說法不是孔子說的 這個說法是指下的 所以這個說法 是不是真實不虛 是不是完全很高的原因呢 其實是要想說 孔子 就不是說 我告訴你 你一定要做做官經 我們記住,孔子很高興這些人選擇不能搬 例如在公園場裡 第六句,我們試一次都沒有了 此次七雕開始,孔子不是別人說他 孔子說七雕開始,你OK了 孔子可以下午滿師,你去做做官 孔子就做了 最後,孔子還未能信 老師,老師,對不起,我未到 我不想做官子 孔子很高興 因為他知道他不只是要做官 孔子要的,不是真真正正 孔子一定要去 你如果能有機會的,沒有問題 但是孔子從來不要求你勉強 孔子本身,他在周遊美國之前 他是在陸國做官 還有很大的官 但他發覺他路不幸,我成於走 我就不做就不做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其實真真正正正 要學做官的人,不是孔子要他的人 孔子是教你做什麼呢? 教你做官子行人行道這條路 這個行人行道最高的境界 就是中用的境界 極高力以道中用 這個人家公司的 很多中用的對方 沒有說明的 極高力以道中用 這個人家以中國 只要中國自行的 這句話 我知中國最高的境界 就是中用的境界 和西方最高的境界 就是要是可以大過你 可以多過你 可以快過你 要是手機可以小過你 打仗可以贏過你 這是西方的 這是他最高的境界 做我的最高的境界 不是中用的境界 但是中用的境界 你做到什麼? 自從我天地為賢萬能 永遠 我的公寇不是打仗 賺錢 我能夠和天地合一 這個境界 這個才是真正的中用的境界 所以 孔子 他問這句話 孔子就打無形的 我答後給你 其實他說 學 孔子的學 重點 不是這裏 接著 學在哪裏呢? 接著 有第二句 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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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敏子軒避了 派一個特使 派一個是 就不是自己去跟敏子軒說 是 就找一個特使去跟敏子軒避了 避了 找你去做這個避這個地方的宰 一個地方的特首 避這個地方的特首 找你做心有限量 敏子軒避了 敏子軒避了 我跟那個使者說 善為我善意 麻煩你給我遲去 我不要 麻煩你給我幫我遲去 麻煩你幫我遲去 如果我真的堅持再來找我的話 失誤必在敏上意 我而敏 敏就是敏何 敏何就是當時尚 敏之上就是敏何 敏何就是相格齊國和老國的格局 如果你再來追我的話 我們就去敏何的上面 北面 我移民 我想去浮南 去齊國 我都不和你貴士去做搬 我都不做搬 我們看到了 現在其實我們看上邊 講完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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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完子貢願求之後 跟著這句是講的 講完子軒 講白牛 講 然後跟著又講完 在之前呢 就講了 第四句講了 中貢 我們講中貢 也就是第五句講完 中間插一句 就是講中貢 還有子貢和義求 跟著又講完文子軒 還有廣東平 是不是講中貢 沒有意思 台法 對啦 信存在什麼 台北 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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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處理他 跟著 德行 孔子弟子 德行第一 四個人 就是 銀怨 文子慶 艷白牛 中貢 五 所以 我們知道 這四個 都是在孔子弟子裡 德行第一 言語第一 宰我 自共精士第一 第一句是 艷有貴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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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正時 沒錯 他們做行政 沒問題 很厲害 但是 特行第一 就是 凡淵 文子慶 艷白牛 中貢 好了 你看看這裏 雍也就是這個鋪排 這樣看 你會發覺 你會知道 究竟你在說什麼 所以他一開始 結果 第一句 雍也就是 第一句 雍也就是 總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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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思難免 其實這個人 非常之力氣 不單止 總貢 還可以做領導 但是 我認識 第四句 他就說 尼合之子 清 且覺 雖獄不潤身 諸其者諸 我認識 總貢 他的父親出自 還不是一個名門望重 他父親是一個很普通的人 於是他沒有機會 他發揮到 沒有人去找他 去做官 其實也做不到這個領導 可思難免 做諸侯都可以 做天子都可以 可以難免 所以 師父 你看到重工 在文章裏面 很標榮重工 接著 他就說 敏子謙 敏子謙 在十四校裏面 就有他分的 敏子謙的故事 他呢 就是 他孝順 大家可能 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故事 有沒有聽過 他 他爸爸 娶了後母 後母對他不好 那時候呢 在冬天 就給別人 穿著臉 他呢 就被奴役 給他 那些衣服 那些衣服 他就 他就 幫爸爸去拉車 爸爸見到他 這麼冷的 你知道嗎 他說 不動 原來他穿著 娶了草的衣服 爸爸都很生氣 他就 偷了他 後面 他就說 你怎麼這麼做的 兒子呢 他就憂了 他就說 不行不行不行 不要憂他 他不憂他 你一指寒 一個 一個 你憂了他 他有兩個 餅仔的 三指一起 雞的 三個一起餓 依然對他很好 所以 二十四校裏面 有他的 腳路 推車的故事 他也是 雖然韓智希 是一個 很孝順 也得行第一 結果 他有機會做官 他就 不要 因為他覺得 他做不做官 對他來說 不重要 然後 我們再去看 白牛 現在白牛是什麼 很多人覺得 這句很突突 他為什麼突然會 怎麼這麼譯出來 你看回前面 全部這四個 都是說 我真的 是最 特行 最好的人 染白牛 有疾 但是 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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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問 孔子 就去問他 自有 撿其手 也不敢進去 不知道是否傳染病 沙士 痠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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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 也不進去 自有 痠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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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著槍 抓住他的手 然後 他就說 命以乎 詩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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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會搞成這樣 這麼好的人 竟然有這樣的病 這麼好的人 竟然有這樣的病 又是 德行第一 喂 就是 孔子 然後 不知道什麼 扔死 然後 前面 孔子彥 他就 有本人做的 接著 又說回 銀怨 現在 回 一單止 一條飲 再流 他們的憂慧 不再去 現在 回 這就是 銀匯 這個人真是 不單止 這次是 甜人 一單止 一條飲 吃飯 一個燒雞 其是普通的 碗都沒有 找一些燒雞 去找雞 再點東西吃 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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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有 找一個 糞佬 用一個 測池 喝水 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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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還住留學 住在販民館那裏 可能住劏房 人家說 這樣就很可憐了 回你救成這樣 你很可憐了 很開心 從這幾句一起看 我們說的是 四個得行第一的人 他們的事業成就 都沒有什麼 人家說過鬼 紫獻有多人做 總共很擁有 他非常之出色 很可憐出身不好 他的弟友之恥 他的爸爸是一個普通的老百姓 是一個賤民 於是白偶 他突然第一 又病二 染了什麼病 好 很早死了 這一個小姐 公立死了 得行第一 其實要這樣做 真的不好做 不要 這真是很簡單 這有說過很多事 這一個字的 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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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 üzerine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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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牽名,我們上課說很多次,在瑜伽的思想裏面,牽名裏面有兩個部分,我幫我這個幾個詞,一個就是我們的德名,一個就是國名,每個人都有一個牽名,有一個德名,有一個龍名, 在現在的思想裏面,德名就是仁義為子,信是考慮仙間來源,六名就是你的受要貧富, 歸戰,狂通,這個是每個人都有一個龍的,這個是現在思想的,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這裏,用一個天命之為子,每個人都有一個天命,但是他們分析了,就每個人,有德名就落名,德名,所有人都是一樣,平等平等,這個是永遠是平等一樣, 每個人都有一個天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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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平等平等,完全沒有分別, 每個人都有一個人都有一個天命之後,主要政府長命,盡力外未能, stored入圍圖蕾, 是少年進來的,我丈夫就是問為子,不用 那些人做個成員事,然後是全部等會 都不通,都是有問題,頭頭梆在黑, 我好努力,什麼都沒有了, 淋一腳就需要一整兩樣, 歌歸運動,你要走天明, 最重要的是完成你的特命, 然後你要做的就是接受你的奴命, 儒家思想有任命, 所以這件事是不重要的, 同你一個人,你要成就你的生命提升, 你要去做君子,你要去做賢人, 你要去做聖人,你要去做聖人, 你要去收你的德, 是看你能不能做到人而來自, 跟你有錢,沒有錢,有錢,有錢,沒有關係, 那譬如,我們可以看到, 看看這個妙術給你, 這個人,阿孕,孔哥鬼,阿孕, 這個叫阿孕,這個叫阿孕, 阿孕,憑夫,肯定,阿孕,再憑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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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麽於是乎 八樓 早四 暗夜就是早四 兩人都是早四 那麽於是乎 文子軒 他有機會做 不能做 文子軒 那麽於是乎 四位大師兄 德行第一 說出來 他們各人的六名 都不是很圓滿 但是 當你評論他們的德行第一 就是他們 就這四個 反而 各個人都追不去問 還有 子貢 阿裘 他們還未到 不是這裏 但他們呢 他們呢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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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貢 厲害 了不起 他真是很有錢 又有地位 但是 啊啊啊啊啊啊啊 子貢 啊 他做事 明明說一定做到的 因為他 啊啊啊啊啊 因為他 啊啊啊啊啊 有些可能他是很長壽的 但是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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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智商是這樣的 你行李奏之道 修悠的德 這些 不重要 你只要接受 供給你的 六名 只要接受 你可以有一些情況之下 你可以去拒絕 你可以接受 你可以拒絕 但你不可以去求 你何時拒絕它呢? 當你有一個環境,你可以得到這些 受、負、貴、風 但如果會影響到你的目的等命 你要拒絕它,你不要 你只可以拒絕 你可以接受你不可以去要求 不准要求 這個就是瑜伽思想的修行的法律真 其實在這邊,很多人看幾句 不假的,不假的,不假的,不假的 不假的,不假的,不假的,不假的 但當你自己合在一起看,便會呆 原來他們在告訴我 這四位都是特行第一的 這四位就是這四國特行第一的 但是他們六名都是不好的 也就是說六名跟他們的特行沒有關係 所以從這裏你看到有一個 而你真正的,你去收你的特行 你去到尾,你就要收回天命 天命也就是 用你比較開拓的天命之惠性 出城之惠度,收到最高 是一個酷 切實很心碎的做人的準則 有沒有問題? 沒有 你看完這個,你就知道 這是瑜伽思想 他不反對你有錢 他不反對你做大班 他不反對你很長命 他不覺得你沒有問題 有就接手我 沒有就無所謂 你能夠去到這樣的情況 你只會到分子坦蕩蕩 如果小人長,吃得到了 小人長,吃得到 小人長,吃得到 風長,吃得到 吃得到這堆貓 很少人 小人就不會吃得到這堆貓 這樣他們就不會擔心 所以你說 哎呀,死啦,原來呢,做得行第一,又要窮過鬼,又要病,又要保護官組,那怎麼辦呢,那怎麼辦呢,如果問這個問題,你已經問錯了 問這個問題,你問我生命,究竟應該是最追求的呢? 現在說,你追求這件事,追求這件事,你追求這件事,就是你的得 這個,所以其實,從這個這樣,不過把人知道,哦,這個是,他這個,其實就是考慮,孔之類志 就是,善出重慾節奏,善出修行的動力,就是這裏,所以,想得給這些,四個得下最好的人,在世上,都不是有什麼成就的 一個,一個病鬼,又不知道病什麼病,不知SARS啊,還是,是,你是吶後九萬是什麼 一個,又不是鬼的,這個,就是病面子康呢,就是武功武功班組,這個,有官組,他不做的 所以呢,就這樣,所以,從這幾句來講,我們就會明白,我們會說,這邊的宗詞,就是講的 不得限制日期以為這樣 好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呢 通常 原來已經黏默白了 不好意思 原來已經黏默了 好 今天就給你把照片 好 我們請 面下空之像 我們用最自成的衣 向大成 自成 先師 孔子 行自行禮 好 謝謝 謝謝